哇塞 接下來這一批真的是超美 超像藝術品的耶 每一顆都超霸氣 超飽滿的 整個就是兼具顏值跟美味耶 第25顆 哇 這顆超深 吃到這麼多顆完全不會有膩的感覺耶 真的超厲害的 像有些東西吃到後面真的是會覺得有點負擔 然後有點膩 但是完全不會 每一口都是非常的享受 我們吃完了 我們吃完了 吃了快兩個小時 終於吃完了 它那一盤真的超級無敵 爆炸鍋 大概應該會有將近100個 超級多 而且每一個都超級大 超級肥美 不會有那種臭魚爛蝦混在裡面 我覺得吃它見底還是非常滿足 每一顆都很有驚喜感 我覺得非常值得來耶 而且這一家真的是環境有好又有冷氣 真的非常大推 所以兩三個就很想要來回房 就CP值非常高的一家店 對 魷魚螺螺蒜 非常經典的台菜之一啦 而且專業的就知道 吃這種類似石頭火鍋的感覺 有加入乾魷魚給它爆炒那是非常關鍵 然後呢 還有再搭配上相當肥美的螺肉 走一個仙上加鹹的路線 除此之外 裡面竟然還躺了一整隻的雞腿 還有非常巨大的魷魚啊 這一鍋覺得是非常的不 果然湯頭基底用乾魷魚給它爆炒一下 那覺得是差非常多的 整體這種鮮味的濃醇度那是大幅提升 同時又會再補上適量的蒜香還有洋蔥的甜味 這個大概只有在狂狗才會出現的情況 潤滷香其實就跟我們熟悉 便宜的雞腿差不多 但是肉汁的那種軟嫩腳感呢 絕對是它更加突出一點喔 同時在它這種淡橘色的光澤感之外 又包裹上它湯頭那種海味香氣基底喔 噴起來那確實是蠻爽的 最後呢 就以它裡面的大魷魚收尾 魷魚的粗度夠 同時又把我這種軟Q感 咀嚼起來那覺得是真的爽 它超厚的耶 好誇張喔 去那個自助區那邊 你會看到它放滿滿的一整盤這個 一整碟的這個生蝦 又是ASMR的部分 這個至少兩碗飯 白飯殺手 Rice Peel 你的那次比較短一點 謝謝喔 它那麼起來 超軟的 裡面那個流沙超好吃的 不是無聊的甜 因為它是鹹蛋黃 好扯喔 扯爆喔 其實我沒有去過泰國 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所謂的道地 但是呢 至少都很符合台灣人的口味 對啊 就是台灣人去那種泰式餐點 喜歡吃到的味道 然後當然還會有 我最愛的 淡菜啊 蝦子這些東西 好爽喔 反正來泰式這邊 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吃蝦子 對啊 他們的海鮮像不用前驗 我們剛剛吃著吃著呢 第二輪也送上來啦 除了它現場可以直接拿冰淇 除了飲料之外呢 就是還有額外的四種 摩摩喳喳 西米露 還有一個是 野鄉竹米 然後還有一個是 榴槤雪糕 我個人覺得呢 非常的厲害 他跟我第一次在圓環那邊吃了一間鹹粥 也就是觀光客非常愛去的那一間 比起來真的是 好吃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它的蚵仔跟它的魚肉好幾多 我覺得一碗60塊CP值非常的高 而且我覺得分量非常的剛好 反正就是一碗滿滿的魚肉跟蚵仔的蛋白質 所以今天如果你們願意早起的話 可以來台南吃吃看這間鹹粥 我覺得它有刷新我對於鹹粥的印象